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8月初時澳門就做了一次大規模的核酸檢測, 現在都已經過了大約兩個星期又多, 我想大家都應該記得當時第一日的情況是有幾混亂, 及當時的健康碼是怎樣連不到線的, 就是剛剛政府新聞發布會講了新改善方案出來, 我們現在就一齊看看改善了什麼, 根據澳門有個消息, 衛生局局長羅浴龍介紹全民核酸檢測優化方案, 因應8月3日澳門出現疫情, 8月4日特區政府啟動全民核酸檢測計劃, 全民核酸檢測第一日出現輪候時間過場, 當局經過深刻檢討提出各個環節優化措施, 最後在港大市民的積極配合及前線員工的辛勞之下, 在3日之內就順利完成全民核酸檢測工作, 感政變協調中心就影響超過6000名參與全民核酸檢測工作人員發出感謝咸表達謝意。 羅浴龍也說, 在完成第一次全民核酸檢測後, 當局舉行好多次跨部門會議, 全面檢測各個環節, 目的就是總結經驗及穩不足, 吸納各個部門及機構建議及聽取社會各界及市民意見後, 制定全民核酸檢測優化方案。 主要有下方五點, 第一點是加強統籌協調, 設立全民核酸檢測執行小組, 由社會文化師師長擔任組長, 下方設立醫療組、登記組、秩序組、 後勤組和資訊發佈組等五個負責小組, 由不同政府部門負責協調, 加強不同核酸檢測站的橫向聯繫。 第二點是優化服務流程, 增加核酸檢測站點及採樣點, 設立關外站及關外通道, 讓市民預先採取採樣方法。 第三點是儲備人力資源, 衛生局已經招募650名社區義工, 教清局及社工局也招募超過2000名義工。 第四點是完善預約管理, 讓市民可預先選擇採樣點及採樣方法, 同時亦構建健康碼及全民核酸檢測預約及登記後備系統。 第五點是發佈實時訊息, 由保安範疇同事負責公佈各個站點的實時訊息, 等候時間及預約時間。 同時檢測站由42個增加到52個, 採樣點由269個增加到367個, 和增設7個關外專站, 和指揮核酸檢測站增加到14個, 上邊就是今次政府說要優化的部分, 其實主要都是幾樣東西, 就是增加檢測站點及安排多些人, 整一個系統被人查, 還有就是整關外通道給老人家又或者行動不便的人利用。 如果按照上邊的規劃, 我估計政府方面應該都是預計了, 未來如果是再有本地個案出現的話, 我們應該都不會有上次混亂的了, 同時疫情到現在都已經過了年半有多了, 到今個月月頭都仍是有爆發出現的, 到底幾時才可以整個月情完結呢? 現在英國那邊用了這個防疫躺平的政策之後, 雖然中間是有出現過下跌, 現在的確診數但都升上去三萬多一日的了, 可能打完疫苗之後死亡率低了, 但這樣的確診數都真是幾恐怖的, 幾驚人的, 如果在澳門這個人口密度這麼高的城市, 我相信政府不會選擇用防疫躺平的方式, 再加上如果是有重症或者併發症的話, 以澳門現在的醫療資源可以說是完全搞不定, 上一次大家都只不過是幸運, 沒有出現新的確診者, 大家可以看大陸那邊, 他們試過一個人傳了好幾代出來, 到底我們還可不可以和這個病毒做到一個共存呢? 到底幾時才可以好像2019年前到處去, 不用戴口罩呢? 今集就和大家看到這裏, 大家看完有什麼想說就在下面留言, 我們下集再見,拜拜!